還在這裡學人做老師 一屎吧! 祝大家打個掌 相信大家都知道 最近發生了一件令香港學生極為震驚的一件事 原來在中學中有兩名中午學生 因為他們在校內歌唱比賽中 唱了一首D.A. James的銀河修理員 最後景言! 聽人記了我大哥 聽人你們怎麼會猜到 在今日的香港 連唱一首歌都會被人記大過的 究竟是一首歌有問題? 還是學校有問題? 那麼今天就很簡單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這件事的背景法則是怎樣的呢? 以及都想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看法又是怎樣的呢? 那麼多謝各位留言給我之前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留言、訂閱我的頻道 又或者加入我的影片會不會在這裡支持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想想多點多點的話 誠實不妨 究竟亂世和對抗這些字眼 對,很有政治的意思 所以他要求那兩位學生改了一些歌詞 令到最後一首歌變成 疫情加油 在初賽的時候 這兩位中學生 都是表演改詞版的歌曲 但在決賽之後 這兩位學生就開始變成原版歌詞的銀河修理員 而且在其中一位學生更加表演完後 再加一句 香港人,加油! Yeah baby 而最後那一間十九學校就決定 為他們搶出一些未經批准的歌 而D票他們的資格 並且每一個人都各機一個大櫃 以及未來代表一間十九學生 參加一些校外的比賽活動 是直接影響這兩位學生的課活動成績 以及課考大學的機會 小孩子沒有算讀,很可憐的 正正我是這樣 而引起一眾的香港學生 以他們的網民不分 好了,整件事大概就是這樣 話說過之前 也在IG問大家什麼看法 現在都要跟難以簡單分享一下 香港越來越像大陸 茶都敢一頓 我睡到可以去吃吃黑屎 文革中 幸好在沒有這個 我還說夠厲害 我叫你了 那都不想給 就去找學校吧 原讀本校的學生表示 這間學校還不會被學生 在校外帶耳機和用電話 這麼旺狗呢? 我想問現在是學校還是集中營 會不會敏感一點? 會 是不是全新G點來的? 一被人碰,就說有政治意味 這個比喻真的是一辣 Low C ice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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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Low Ice 香港教育已死 國安校的白色恐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到底這件事是可以令人多麼不滿 所以再來想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這件事上 究竟我又覺得有什麼問題呢? 還有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看法又是怎樣的呢? 第一就是 從來將政治帶入校園的人 都是一群十九老師 我真的很想問 究竟一個學校的老師是用什麼準則認為 亂世和對抗是有政治的意思呢? 我喜歡啊 你扯得我像嗎? 如果你是這樣想的話 那就是你本身已經用政治的角度審查這件事了 快把政治帶入校園 所以說實在最討厭的學校 經常都說不要把政治帶入校園 但明明就是你們自己用政治的角度審查的學生 我想就說說亂世的一個詞語 這個詞語在以往 甚至在中國歷史上也算很多次了 遠一點的就說中國的春秋治國時期 當時春秋五大互相討伐 戰火連連 那些就應該是亂世了 想到之後就到了唐朝 當時知道你聽過了嗎? 當時因為爭奪權負而引快內戰 又有一個亂世了 我再說近一點 中國和北洋軍方的戰爭 之後又做了什麼? 中日抗爭、國共內治等等 當時也是一個亂世 所以我真的很想問 亂世這兩個字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你單方面認為 亂世這兩個字有政治的意思 而不讓那兩位學生唱出來的話 你真是你教學都不能教中史了 當時之亂、辛亥革命、鴉片戰爭、國共內治 又是全部都和亂世有關? 不要這樣,我不夠了,行不行? 有這樣的廢柴導演 要有你這樣的廢柴 以而大家配合在一起才能看得到我 之後到對抗一個詞語 我真的不明白關於政治什麼事 我對抗疫情不行嗎? 對抗的癌症不行嗎? 又或者是對抗自己的心魔都不行嗎? 為什麼你會認為這些學生所表達的東西 一定會和政治有關呢? 再加上如果你真的覺得對抗有政治的意思 而不讓別人唱的話 那你真是不讓別人唱國歌 你真是神經病 你不要走啊 你買好棺材吧 你還不是對抗嗎? 但我還在學人做老師 屁股啊你 第二,我覺得校方處理手法極之不合理 不知道有什麼理由只唱一首原曲 又不是唱粗口歌影響學校形象 都可以無緣無故記住一個大國 還要代表學校去參加校學的比賽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 老爸,你這個大國是怎麼定義的? 現在是說大國 那現在唱原曲有什麼大錯? 最多我只是說他不遵守老師的指示 這也是缺點或少過 但昨天比完大國之後 還要騙他們參加課外活動的權利 我知道,肯定會有一群男少爺說 首先這件事是完全看不到 這兩位學生是怎麼宣傳港獨的 即使他唱完歌後說了一個香港人加油 坦白是跟港獨沒有政治關係的 即是在2020年肺炎的時候 如果我說武漢人加油的話 那就代表我宣揚美漢獨立了 我屌你了 所以根本整個老師用一個政治角度去看給學生 而對那兩位學生進行政治打壓而已 最多是一間學校的所謂辦學宗旨 是培養學生在基督教底下建立正確人生觀 以生命影響生命去引導學生 你說笑死不笑死? 那我又真的好想問 你這群老師是不是想教學生? 不要說那麼多啊 說多多多,知道嗎? 做人最重要是武賓州 那就不會把共產黨激怒了 你專業不是在哪裡啊? 你怎麼會教學生啊? 我都教了 第三就是從這件事上 其實可以充分地反映 香港人真的很聰明 雖然一間十九學校就無理要求那兩位學生 必須要改了一些歌詞才可以唱出來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這兩位學生從一開始的妥協 到最後晉身決賽的時候 才開始唱一首原曲出來 即是你可以發現 即使你用任何的方法 如何限制香港人都好 你會看到我們香港人 是會用盡一切的方法和形式 去表達我們的聲音 所以如果大陸用他那套管治方式 去管理香港人的話 似乎是沒什麼可能的 就定如這兩位中學生 其實已經很代表所有香港人 即使現在很多香港人 都好似向政權妥協 但其實我們香港人 都只是好似那位中學生 等待一個晉身決賽的機會 而當這個機會來的時候 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 都一定會走出來繼續 繼續打開 我還想和那兩位中學生說 其實那些什麼大過 OLE 其他學習英力 是賣的 所以你真的不需要太擔心 就像小弟我一樣 當年我讀小學時 都被人勤了三個大過 我還要被別人聽了 但最後也是讀起大學 我不是想告訴別人我聰明 而是想告訴別人我沒了的東西可以拿回 現在又看DSC的成績 你懶得理什麼缺點大過小過嗎? 這個社會很現實 你不相信慢慢的大學 寧願生一個有大過 但DSC Best Buy有30分的人 還是有些乖乖的子女 但Best Buy只有25分的人? 那當然30分了!不要玩了! 所以我希望你們兩位 就不會因為這個大過而放棄學業 反而更加繼續努力學習 然後繼續做你們相信的事 好,那今天就算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 其實從去年開始 我們香港的政府已經不斷 讓我們香港學生進行洗腦 所以其實元朗信義中學這件事 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而我個人認為 基本上所有經政府資助的學校 都會有相同的情況出現 而徐元來說 對香港的教育造成很大的衝擊 但就好像這件事一樣 校方主動禁止某些字眼的出現 其實徐元來說 是很影響學生去討論 或者了解這個字眼的意思是怎樣的呢? 從而應對學生的學習和自由討論的機會 第二就是正正因為這些事情 又會大大影響私生之間的關係 所以在北九的將來 我們都會看到 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關係 就一定不會像以前那麼好 第三就是正正因為有這種政治風氣 會令到有一群有心投入教育界的人 都會選擇卻步等等 而我希望逐流在香港讀書的學生 都要記住多看一些課外書 真正一下自己 又或者看JJ的頻道都可以的 希望你們不要那麼容易 在亂世之下,隨波逐流 那最後了 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呢? 又或者你現在身處的學校 還有沒有什麼更加恐怖的事情發生呢? 那如果有趣的觀眾 也不妨在下面留言給大家分享一下 那那麼多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SHARE,COMMONT,SUBRIVE 訂閱我的頻道,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的新聞來分享 拜拜! 各位,我在這裡跟大家推出一個VPN叫做NordVPN 是一個在有一世紀能夠保護自己的虛擬私人網絡 服務遍布全球59個國家 擁有超過5500個伺服器 速度又快又穩 又保障到你的私人 又隱藏到你的身份 NordVPN還有一個隱藏的功能 就是可以突破地區的限制 透過轉用美國IP或日本IP 讓你看Netflix 都可以看多一點 而今天,你可以透過我的專屬連結 就可以獲得最高三二折的優惠 平均每天只需一元 我每天只需一元 再免費送你三個月 再給你同時連接六部裝置 連我自己都不緊 你們不是還要想嗎? 因為他們在客戶的歌唱比賽中 傳出了DHM的銀河守衛隊 銀河守衛隊 銀河守理員 銀河守衛隊? 你怎麼這麼熟悉?